另一方面 槟城和纳敏第二阶段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也在今天同步开跑 两地超过3000名乐林人士和公务员 踊跃响应计划 其中最高龄的接种者达到百岁 第二阶段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今早开跑 乐林群体一大清早就来到了爱新社会中心排队 当局估计今天有2024名高龄者接种第一剂疫苗 槟城首席部长曹关友到场视察情况 并见证一名100岁的人类接种疫苗 在场其他接种者受访时 对政府提供的疫苗信心满满 纷纷呼吁大众响应疫苗计划 尽力阻断病毒传播 请大家来打针不用怕没有痛 一定健康 提供的疫苗信心满满 只要保护疫苗信心满满 只要保护疫苗信心满 只要保护疫苗信心满 我们要求所有人 接种进入疫苗信心满 因为保护疫苗信心满 滨州卫生局主任拿督阿斯玛雅尼指出 滨城是全国最早展开第二阶段疫苗接种的州属之一 60岁以上和患有并发症的人士以及身障人士都能优先接种 截至昨天为止 滨城总病例累计18,424宗 与此同时 纳敏也在今天开始第二阶段的接种计划 三家疫苗中心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 总共为1000多名教师和182名乐龄人士施打疫苗 纳敏卫生局主任伊斯穆尼表示 至少70名需要洗肾或者接受其他医疗的病患 被安排在纳敏医院的病床上接种疫苗 主要是为这批高危群体注射疫苗后 身体可能出现不是做准备 麻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掛 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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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掌